放这个好,放这个好 好一点就会吃啊,好都没吃啊 等一套铁骨好就没头,没头 铁就够了咯,铁就够了咯 煮的吗? 这铁用来煮的吗? 用来烫 这麽手法这样快,我弄到这样久 哈喽大家好,我是飞铁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拍的这个主题是传承手艺人 这个师傅他就经历了40年 很坚持的在做着他的手艺 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这一个天公座 大家好,我是土取星 做了纸杂,从小都做到现在了咯 做了差不多整40年了 现在我做的这个天公座是用老一辈的做法 只是我加上新一辈的LED的创作 这样给它产生 给它那个天公座看了不会很单调 比较有高贵,比较有立体 过年嘛,新的一年有个财神有个财气吧 8%也是一个好鱼头咯 翼王大帝也可以 葫芦兽也可以 召菜童子也可以 放蝴蝶也是不可以是吧 好像我听说 蝴蝶是尽量不要啦 因为那个是做白色的比较多 老一辈有交代下来啦 就是说我们就尽量跟咯 有三个情况之下会用到天公座 我们新廟到的拜神 我们有要求我们的东西 他做到自己的天公 来做一个铁蝶 也有些天公 做了公地 好了也有些天公 下年的天公 一年也有些些天公 拜天公 本来要吃一个好鱼头咯 是说有钱要有队咯 希望大家炭有吃 结合 炭的味会先结合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前底 嗯 汤前底桶 包在里面 他才重 站得稳 里面有贵贵就配贵贵咯 有贵贵咯 我们也是这样做法啦 接着就要去包咯 包看了 看整条咯 这个跟你说 上座的 那个洋台帝 会做文咯 看哪 好鱼头啦 好鱼头的东西啦 天兵天将的东西啦 这有个叫北戒 北戒啊 这是要帮里面 一个天公做 有多重就配多多咯 看这就是 它的天公做 一堆多重 一堆多重 所以就是用这些的材料 嗯 对 看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还是十根 所以里面的东西 就要倒掉一家咯 一根十两粒咯 一根十六粒咯 一粒一配一粒 也是这个老一辈 教下来你们这样子 口头讲下来罢了啦 也没有一本书啦 希望大家坦的会做好啊 有钱要有钱咯 有钱要有钱咯 刚才有介绍了 这个几对了过后 接下来这个步骤就是 啊 要做这个 Good 我们多数都是自己做 没有买便的咯 所以我们买厚的马尼拉卡 做出来的效果会比较硬咯 要是买便的它会比较软咯 比较薄 要自己做的就比较厚 买便就是这样子 这个size 10 size 这个就是 如果你们今天要做多少大 你们就自己凉 自己做出来 也可以 它的长度比较有 不然它便的只有二十多寸 二十一寸 二十二寸 所以不够长 一只借一只借 没有力 手工的东西就是 有的 贵 就是贵在它有原因 除了那些骨架了之外 还有这一些 这样子凉 凉了之后 各出那个形状 起设计的模型啦 自己要看怎样配 都可以的 有很多变化的 我在这边观察的时候 你直接开那个箱子 然后有拿出很多道具出来 就是这一个啦 这个就是麒麟 六合梅 泰国装 贵掉啦 贵掉啊 贵掉 怎样分 这个是 它有洞啊 这个半手工的 看后面这个 没有没有 前面 它半手工的 不是全部印的 它有半手工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全部印的 比较平面的 然后这个是用来半手工 做出来的 这个比较贵 这个是半手工 然后下面这个是用来拼摔的 拼摔看起来就整标是比较平面的 然后如果是半手工的 可以看得出 它有一些花纹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立体屋顶 这个颜色黄色橙色 然后配了这个LED灯打下去 它的那个 颜色又不一样去了 对对对 那个LED的蓝色 蓝色青色黄色 它达到这种 荧光色的时候 它会产生立体 配上这个LED 就变成一个比较 符合我们现代的 审美观 很多的这个天宫座 放在一起的话 就觉得整个很富丽堂皇 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学习 这个手工艺品 体验一下 两个啊 两个 放了等一下黏了 给它干一下子 放高一点 放高一点 有 够吗 够 够 连 连 连上去看平 上面先连 要看平度 不要啊 没便宜 不然等一下屋顶会斜去 有吗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就是材生椰啦 放一个材生椰就代表有材 所以我要拉拿你拿这样子 每个材质 没有 没用 不用说你插在下去 它会吃到 有点吗 怎么呀 有计数 下面揵住 下面揵住 这样可以 要换我背后吗? 要换我背后 要换我背后 它的脚那边要换一点 脚? 它的斜后面 哦,就是这个细节啦 就是要黏住在下面 好像有点难度这样 另外一边咯 另外一边咯 这样变回来? 嗯,不够 不够啊? 不用很出力的 这样可以啊,这样插它边 这个浆糊看来一样 刚才师傅有讲这个是用来煮的咯 烫啊?用来烫啊? 煮它会很硬 你插过去的时候很不顺 很辛苦做工 哦,所以我们 用来烫,烫了它就比较润滑 一个天空座里面 它会用到四种干 四种啊? 嗯,不一样的,它每个地方 所用的方式不一样 可能这个我刚连的 这个是麒麟,它用的是纸 因为你这个本身是纸 它后面也是纸吧 所以都可以用这个浆糊 用这种浆糊 要是说有的地方我们要用这个钢 这种,这种 这种plastic的钢 还有一个白钢 连木板的钢 也要掺 它有弹性跟没有弹性 要是全部用这种gum 它会拉,会翘起来 所以要掺这个 或者用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这种gum 哇,单单一个 连这个gum的动作 就有分成四种不一样的东西 每个步骤都要用不一样的东西 哦 它有拉性而没有拉性 都要了解 有的有弹性 你连下去它会翘上来 就不漂亮了 所以今天我们又学到了 多一样东西了哦 要做这个听工作的鞋问 其实算是蛮大的 似乎就是这样子 一直重复他们这样的动作 做成这样子完整的作品 凡是有好的东西 手工要好的话 要用心去做 鞋到的看到的 把它呈现出来给大家欣赏一下 就是以以前的 传统的方式 结合现代的一个科技 创新成一个 全新的不一样的 那个T工作 这个系列就到此结束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打开小铃铛 对于这些T工作你们有什么看法 也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当然也别忘记follow 这个博比听工作的Facebook的patch 如果你们有需要订购 或者是想要更详细了解的话 也可以联络他们这位师傅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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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